西蒙行动党文东候选人杨雪弗拉 相信在竞选期间工作操劳 在她生日那天不幸流产 杨雪弗拉半夜在IG发消息 称自己其实已经怀孕八周 可是胎儿在六周后停止生长 医生确认是流产 她原计划在选举后才正式官宣怀孕 却没料到在她迎来33岁生日时 收到如此痛心的消息 巫统双西毛诺国会选区候选人凯里 向公众透露当首相的野心 引起轰动 然而巫统主席阿末扎西认为 现在讨论凯里作为首相人选 还为时过早 那要等待下一次大选 而不是这次选举 据每日新闻报道 阿末扎西说 凯里是自愿上阵双西毛诺国席的 没有人强迫她 她要求这样做 她要求把这个议席给她 这就是我在双西毛诺支持她的原因 巫统副主席伊斯·麦莎比里则认为 凯里未来有资格担任首相职 她说凯里需要的是得到党和国阵的支持 并赢得大选 的确凯里说的将来当首相不是现在 在未来 他有资格当首相 如果我们在大选胜出 得到党的支持 肯定凯里是其中一位 有资格出任首相的人选 伊斯·麦莎比里日前曾宣布 如果凯里胜选 会委任凯利为部长 而魏加祥则是他宣布会委任为部长的第二人 他说 柔佛州是他在本届大选竞选期 首个出访的州属 而亚裔弹国席是他首个拜访的选区 是要为魏加祥打气 他表示 如果国阵胜选 同时国阵马华亚 一旦候选人魏加祥也胜选 他将委任魏加祥出任部长职 针对凯里任相仪式 公正党主席安华则质问他 是否获得巫统支持 安华强调 首相职不是儿戏 凯里必须获得巫统支持 才对外宣布上述壮志 去问巫统 巫统没有宣布凯里是未来首相人选 我不会因为自己想当首相 就宣布自己是首相人选 我是在获得西蒙成员党支持后 才宣布的 来自大马公益大学的政治分析家 马兹兰·阿里认为 凯里公开表示他想当首相 表明凯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认为凯里是一位有明确方向的巫统领袖 尽管其言论挖的成分 但这正是他真正想要的 此外 他作为内阁部长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所以他有资格在选民面前表达这种愿望 马兹兰·阿里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 与前任卫生部长阿汉巴巴相比 凯里在掌管卫生事务的表现甚至更好 他相信随着凯里将出任首相的言论 相信他将成为双西毛诺选举的有力挑战者 如果观察双西毛诺的选民结构 该区的选民大多数为城市选民 他们对像巫统这样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党 并不感兴趣 不过 西蒙这一次派出的候选人面对诚信问题 让选民对西蒙候选人的印象扣分了 大马北方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家 莫哈莫·阿兹祖丁则认为 单靠个人人气并不足以赢得双西毛诺一席 他说 凯里想要任相的言论 更多是激起巫统的情绪 而并非双西毛诺选民 他直言 凯里目前非常受欢迎 但仅靠个人人气是不够的 胜算还需要选民能接受和信任凯里 选民也会意识到 凯里代表的政党与凯里凯里或巫统有关的问题 以及巫统的竞选宣言等 阿兹祖丁还说 依据传统 首相都是由党主席出任 这一传统必须延续 以确保组成稳定政府 在监狱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对巫统亚楼国席发生领导分裂一事 感到失望 特地吩咐女儿诺亚纳到波州助选 诺亚纳在巫统波州新路州选区 候选人塞阿迪陪同下 在大选行动室召开记者时 如是指出 他纳吉不喜欢听到党内有分裂的消息 即使他在服刑 也不曾停止过关心巫统 还一直捍卫巫统 因为他相信所享有的 都是因为对党的忠心换来的 诺亚纳说 其父亲特地交代他 波州必须是第一个前往助选的州属 也必须积极协助 确保国阵保住政权 在授寻时他说 其父亲身体状态良好 但还是对46年来第一次无法参与大选 和汉为北干国习感到伤心 诺亚纳指出 其父亲对此次大选 有许多来自专业群体的新面孔 出现感到骄傲 并认为这能够吸引年轻人支持 诺亚纳说 他会在玻璃市周逗留至明天 期间也会协助婴孩在首丧期 不能外出进行竞选活动的 国阵巫统巴东 勿杀国会议席候选人 拿督扎西达助选 西蒙甲洞国席候选人林立盈 敦促原任交通部长拿督斯里 魏嘉祥退款给所有卖50月票使用者 已就克拉纳在野线轻快铁16个站点 关闭7天一事 补偿使用者 林立盈以越语化回水 退款的意思嘲讽魏嘉祥 并指责身为 看守交通部长的魏嘉祥 在事情发生后 超过24小时都没有去现场了解情况 十分不负责任 我质问魏嘉祥服务人民的态度 发生了这么大件事情 他只想以一句道歉带过 并没有任何官员和承包商 由于失责受到处分 他说 轻快铁服务虽然时常有故障 可是没有试过关闭7天 这严重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其中不乏月票使用者 今天无预警关闭7天 为月票使用者带来不便和损失 林立盈说 交通部应指示国家基建公司 让购买了月票的人民 可以得到退款 其实 退款也无法弥补搭客的损失 可是好过什么也没有 因为雪龙每天有超过30万人 套轻快铁上下班 而科拉纳再也限关闭7天 将影响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 再次回到处 再次回到处 我 也没有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